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于谦 又到了咱们聊天的时候了 你要说这日子呀 现在过得还真挺快的 眼瞅着今年过去多一半了 眼瞧到中秋了 按照咱们之前的规矩 咱们应该聊天的内容啊 跟着日子口咱们也应应景 是吧 到中秋了 咱们也就聊点中秋 我说这中秋 也话题挺多的 中秋咱聊点什么呢 要不咱就讲讲月饼 到底是莲蓉的好 还是火腿的好 这到底蛋黄的好 还是鲍鱼的好 要不就讲讲五人 现在这那么老的 那么那个馅了 大伙都不怎么爱吃 咱们为什么年间还都得卖 琢磨起来也没多的意思 是吧 反正我是这样啊 甭管什么日子口 就到中秋了 大伙都吃月饼了 我也不怎么爱吃 尤其现在大伙这都吃着 什么都能吃上 月饼也都不当好东西了 吃月饼就烦 家里弄盒月饼 想送谁都送出去 谁不爱吃 我觉得咱就不聊月饼了 这聊的也都没有兴趣 要不咱就聊了月亮 中秋节嘛 中秋戏肯定是月亮 对吧 咱们讲讲 北京的眼睛八景 什么卢沟小月 说说卢沟桥 讲讲讲晚平城 聊了永定河 再说一说 北京什么五坛八庙里 有一个月坛呢 这月坛有什么掌簇没有 皇上过去跟那地方 怎么计月 说说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您自己是往上查去 就能查着 差不多都能搜得到 也不聊这些 聊点什么呢 想来想去啊 正好昨天 我去我那个天津地华 那个园子里边 不是天打雷劈啊 天津地华 跟郭老师说那不一样 我去那个园子里边 里边养了一窝小白兔 我这突然有灵感了 月亮上不是有个玉兔吗 这集中秋节的那个千道 咱们就聊聊这兔子 人小的时候啊 甭管男孩女孩 大多数孩子都喜欢兔子 小孩刚上幼儿园 阿姨叫那儿哥 汉语拼音都不认识呢 就会拍手唱 小白兔白又白 两只耳朵竖起来 爱吃萝卜爱吃菜 蹦蹦跳跳真可爱 你瞧 都会 小孩也都愿意逛动物园 北京动物园里边啊 还专门有一个小动物园 养了好些的小兔子啊 小狗啊 鸽子呀 大公鸡什么的 那都是哄孩子玩的啊 那地方现在还有 挨着那个场景物馆的那个 边上啊 你只要想进去 你就带着孩子 你就单花钱 单买文票 才能进呢 真有那小孩 进了动物园 什么那狮子呢 叫老虎 大象 和马 这些新鲜玩都不看 就愿意找那小白兔玩 追着兔子 屁股厚的 蹦着几下 喂点白菜叶啊 喂点胡萝卜啊 这就觉得挺高兴 挺满足 这趟动物园就算没陪来 我那小动物园也是 来了小朋友 就那几只兔子 啊想吃那菜叶 吃了胡萝卜都忙不过来 啊吃不过来 整天躺在那儿 蹭着大肚子 胡萝卜扔满地都是 那兔子都不爱吃了 那小孩围着老味 就喜欢 你说唱了这么多年 小白兔白又白 这么喜欢 那有个事 我不知道您各位平时琢磨过没有啊 您说那兔子 他为什么叫兔子 那位说 您这就叫吃饱了撑的 什么叫为什么叫兔子 老祖宗这么叫下来 这么传下来的 我们也就这么跟着学下来 就这么叫下来的 哪来那么多 为什么呀 哎您这话不对 你要是这么说 我还得问 那老祖宗 他为什么就管兔子叫兔子 是吧 他怎么不管兔子叫大爷儿梨呢 这不是不讲理 那咱们这得刨根问点吗 是吧 这里边真有点学问 因为按照古人的传说啊 兔子 他是从嘴里吐出来的 所以才叫兔子 这件事可不是我瞎说啊 西晋有一个叫张华的人 特别有学问 写了本书叫博物志 里边讲的都是乱七八糟的 什么鸡脚嘎懒的新鲜事啊 这书里边有这么句话 说的就是兔子 说兔是望月而运 自吐其子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说什么呢 按古时候的说法啊 凡间所有的兔子 都是母的 没公的 这个女儿国似的啊 兔子全是母的 没公的 又没有地方喝那个子母喝的水呢 他怎么繁育这后代呢 怎么下小兔子呢 你看人家有办法呀 啊 这就叫小鸡不尿尿 各有各的道 民间传说啊 全世界只有一只公兔子 这只公兔子跟哪呆着呢 跟月亮里呆着 人也对 就是嫦娥怀里抱着的那只玉兔 凡间的兔子要想生小兔子 也挺省事 只要趁着月圆之夜 后腿站起来 前腿抱爪 冲着月亮 作几个一 拜上几拜 然后就又晕了 母兔子冲着月亮 行个礼 就能生小兔子 这事说起来也挺嗝啊 更嗝的 还在后头呢 说这母兔子有小兔子以后 怎么才能把小兔子给生出来呢 人家是从嘴里给吐出来的 啊 用我们那个月云鹏说那话 就是给月出来的啊 这河南人就这么说啊 这月一个口子边 一个年年岁岁的岁啊 说的就是兔啊 所以说兔子这两个字 其实最早应该写成兔子啊 这么个两个字 就是说拿嘴吐出来生小兔子的意思 话说到这儿 这有朋友就问了啊 那月亮里边那只兔子 他是怎么来的 可能也是吐出来的吧 这话您还真说对了 月亮里边那只兔子 他真就是吐出来的 风神演义 各位都听说过吧 风神演义这故事啊 也有传统评书 也拍过电视剧 风神演义 咱们就把评书说啊 好多朋友都听过 这评书 大宋朝那会就有 当时叫武王伐咒平话 什么叫平话呢 就是按说书先生用的 特别生活化的 特别平时的语言 给观众讲历史 讲道理 就跟咱们签道差不多 这意思啊 用的都是大白话 就不玩什么虚的玄的 武王伐咒平话 是宋朝的说书先生 说风神演义的底本 我们行话就叫梁子 据这本书记载啊 商咒王让苏达鸡 给吹了枕边风了 把西伯侯鸡昌叫过去 扣起来了 扣在一个叫尤里的地方 尤里啊 不是讲理 讲理是吃驴肉的地方 尤里 这地方现在还有 就在河南省的安阳市 当年商朝的国都 有个汤阴县 汤阴县有个尤里城的遗址 西伯侯大家都知道 就是后来的周文王啊 给关在尤里这个地方 关起来每天吃饱了 没事干 自个儿给自个儿找乐 这才发明了这么一个叫 周易八卦 所以您看 司马迁的史记 开篇就有这么 太史公自序 里边就说 西伯居尤里演周易 有这么句话 这周文王呢 总共三儿子 这您只要听过风神演义 应该都知道啊 三儿子里边这老大 叫做博一口 长子 大哥 这家里出事了 这长子就得多担待点啊 是吧 这个听说 爹让人扣了 赶紧这博一口 老大哥 带着东西去见这个商周王 看看怎么能 商量商量给周文王赎回去啊 没想到苏达基看上这博一口了 你有点想法 博一口那人你想正经啊 多正直啊 这死活不同意 苏达基后来就设计 把这博一口给害了 让商周王 把他剁成肉像 你说也够狠啊 老话说杀人不过头点地 商周王把博一口给剁了 剁了还不算完 又派人把这个博一口的这肉的这肉酱啊 给周文王送过去 让他吃 你看 为什么非让周文王吃自己儿子的肉酱呢 咱们前面说了 周文王发明了周易 会算卦 跟后来的诸葛亮一样 前之五百年后之五百载 你心里想的什么 他掐指一算全知道 你好假 这多吓人啊 商周王的意思就是说 让周文王吃自己儿子的肉酱 看他到底能不能算出来 一般人明知的是自己儿子的肉酱 那绝对下不去嘴啊 周文王要是不吃 那他这卦算的就是确实灵 对商周王这是个威胁 必须把他宰了 不能放虎归山 周文王要是吃呢 那就说明他这卦算的就懵事 你就放他回去也都无所谓 那你想周文王那不是一般人呢 明明算出来肉酱是自己儿子 哎呀心里都翻江倒海 哎脸上一点没带出来 把碗接过去 烫烫烫 眼睛都没眨 就给吃下去了 啊还就俩馒头 就俩馒头是我说的啊 就没有这么大饭 反正就把这肉酱给吃下去了 商周王一看 这人算卦不灵啊 放了吧啊省得留在我这还得管饭啊 就吃这么多啊就把周文王给放了 周文王硬撑着跑到游里城 刚出城门哇一口 就把吃人的肉酱都给吐出来了 这口肉酱掉地下 当时还就活了 唱耳朵啊 短尾巴 红眼睛 白毛 胀死条腿跑得还挺快 这就是全世界第一只兔子 因为是文王吐出来的儿子 所以叫兔子 这只兔子后来生了仙界了 就成了陪伴嫦娥的玉兔了 哎您注意啊 他们说周文王是男的 啊博一考也是男的 玉兔呢 他就也是男的 啊是只公兔子 话说到这我就想起来西游记来了 唐僧西天取经 九九八十一难 真正遇见的最后一个妖精 就是天竺祥玉兔那回 遇见的玉兔经 对吧 玉兔经按理说呢 可是大了爷们 是男的啊 可他还非要跟唐僧结婚 这事您怎么挺有意思啊 老版八六版的那个西游记的电视剧里边 扮演玉兔经的是当时特别火的 一位女歌星啊 田歌皇后李玲玉 长得漂亮 他跟孙悟空打仗 动手 当时电视剧也就象征性的比喻了 那么几下啊 您有空可以翻份西游记的小说 看看原文 那里边讲玉兔经跟孙悟空动手 那可是说 脱了衣服 精致的身子 两个人飞在天上 你来我往打了挺长时间 您想 咱们精致的身子 按现在理解 最多也就是跟游泳似的 得穿个裤衩吧 啊 那咱们要说眼下大街上 俩女的闹矛盾动起手来了 咱们也看见过 您见过哪位动手以前还没怎么着呢 先把自个拖的跟过游肉似的 打光膀子跟那没有吧 对吧 反过来说玉兔经是个男的 他们要跟人动手的时候拖个光膀子 这就好理解了 难道对吧 男的这叫赤膊上阵啊 打架吗 对吧 这就说的过去了 所以说天上的玉兔是只公兔子 所以您看 老北京每年阴历八月十五中秋节那天晚上祭月 大伙都得买兔爷 啊 供兔爷嘛 各种供品里边 还得专门预备盘 毛豆 那说说是给兔爷吃的 啊 绝对没有人说我买买兔奶奶 供兔奶奶 是吧 没有 可有朋友说说你讲的也不对 现在网上有卖兔爷的 啊 也有成对的 兔爷兔奶奶都有卖的 这其实吧 后来的这个是老百姓琢磨出来的 咱们中国人就这习惯啊 尤其是这个中老年妇女 就好给人家凑个对 只要看见那耍单的青年男女啊 比自己担着都难受 想方设法得给俩人捏过到一关去 不光喜悦给人凑对 还喜悦给神仙凑对 这有藏兔爷了 藏兔爷自个儿担着挺难受 得了 这得来个盗奶奶吧 是吧 有土地爷了 就得有土地奶奶 这有兔爷了呢 哎 这还得有个兔奶奶 实际上传统兔爷和兔奶奶的形象啊 差不多 您仔细想 区别不是很大 看不出男女来 要离开北京 再往东南方向稍微走走 走哪 山东济南 人家那边中秋节 野贡玉兔 当地管管这叫兔子王 老十年间 济南人过八月节都买兔子王 可是您花多少钱 也没地买这个兔子王后去 咱们说完了民间传说 咱们再说说科学 比这刚才咱们聊的这个写博物质的这个张华那年代啊 早点 东汉年间 有个叫王冲的读书人写了本书叫论恒 这本书挺有名 好多人中学上历史课 历史老师 讲中国古代唯物主义 讲这个的时候肯定都绕不过王冲的论恒 这本书里边也讲过兔子 他这本书论恒这本书里边啊 比后来张华讲的呢 稍微科学点 为什么说稍微科学点呢 因为这本书最起码还承认凡间的兔子本身就分公母 只不过王冲讲的那个母兔子生小兔子的方式也很神奇 就是说母兔子要想生小兔子 只要舔舔公兔子的毛就成 然后小兔子照样是从母兔子嘴里边吐着生出来的 兔子兔子生出来的 古人能有这么个想法 我咋问他们可能也是没怎么见过大兔子生小兔子啊 我小时候养过兔子见过 兔子这东西胆子小 要不怎么老有人说这人这胆小的跟兔子似的啊 兔子胆 胆小 谁家里要养过兔子住平房 有院子啊 地儿比较宽敞散养的 您看养着养着 那兔子肯定就得在自己院的那土地里边 倒洞 然后挖洞挖的跟地道战似的啊 底下不定多深 最后挖完以后钻到地底下去 也不知道哪什么时候他感觉安全了 舒服了 在那地方生小兔子 你要是搁笼子里箱子里边养 没法挖洞 那大兔子肯定就不爱生 即便生也肯定拿自己的这个毛啊 哪学问的甘草啊什么的 在那个计较嘎栏的地方 蓄一个窝 尽量躲着人 每只小兔子一生出来 母兔子赶紧把他用嘴叼到前头舔干净了 然后塞在自己身子底下 哎 这个也结果眼上啊 哪位眼下要养兔子 您一定注意 甭管怎么着 别帮忙啊 您可千万别用手碰那小兔子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兔子胆子特别小 这跟猫狗不一样 人手碰过的小兔子只要沾上人的味了 他就不再认了 赶上那胆特别小的那个大兔子 没准就直接把这小兔子给吃了 古人那个饲养条件 我估计轻易也见不着这个兔子生子 最多也就能看见大兔子啊 把刚生下来的小兔子叼过去舔 就这么个判断 就这么着才有了兔子 是兔子生小兔子的说法 这还挺难说 这就民间传说呗 他兔子说为什么三半嘴呢 就是为了往外吐小兔子的时候方便 北京还有个妈妈令 就说这个孕妇怀孕期间 什么肉都能吃 唯独是不能吃兔子肉 吃了兔子肉 生下来那孩子 这就可能就是三半的嘴 兔唇 这传说啊 你现在咱们就说饮食吧 吃饭 什么菜系 全国都有 哪个城市都有 这吃兔子肉也算不上什么新鲜事 我小的时候就北京来说啊 还真是很少很少有人吃兔子 为什么呢 因为兔子肉按老方说有股的土性味 过去的人是不喜欢吃 谁家要是有偶尔炖汁兔子 那也不能是光炖兔子肉 也得掺和点别的肉 什么猪肉啊 鸡肉啊 什么的 掺进去点 一块炖 是为了折这个兔子肉 那个味儿 往前倒不到一百年 老北京 不管那兔子 叫兔子 哎 刚刚说兔子 为什么叫兔子 老北京怎么又管兔子 不叫兔子了 你听我说呀 老北京人 管兔子叫猫 尤其是城外逮的野兔子啊 你要到市面上卖 就得吆喝野猫 有那七八十岁的老人跟您聊天 他可能还告诉你 那野猫野猫是吃菜的啊 人家不吃肉 好多人都听不明白啊 再怎么说野猫也是猫 哪怕得吃耗子吃 他也不能吃菜呀 其实呢 老北京人说的野猫 就是野兔的代称 为什么得给兔子找个代称呢 因为兔爷 除了指月亮上的玉兔 还是一句骂人的话 这不能直接说 您知道吗 哎 您说 至于这句骂人的话 到底什么意思啊 那 您自己上网查一查 咱们就不当众麻戒了 咱就不聊这事了 说到这儿呢 有那爱较真儿的朋友 可能还得多问一句 您说给兔子找代称 叫找代称吗 干嘛非得管兔子叫猫啊 这里边也得有个道理 容我给您慢慢说啊 中国传统纪年的方式 用的是叫天干地支 天干咱先不说 地支 实际上就是十二属性 好多人都会背啊 紫属丑牛银虎猫兔 沉龙四蛇无马为羊 身后有鸡虚狗害猪 是吧 您听听 毛兔 毛 跟猫 谐音 所以过去的人就拿猫 带成兔子 您看 这事说起来挺有意思啊 跟南中国挨着的这个 越南 也有十二属性 人家那边的十一个属性 跟中国都一样 唯独是兔子 是拿猫代替的 所以越南人里边 有的人都是属猫的 他说为什么越南人 这么有个性啊 啊 那里边还有属猫的 据说啊 就是因为 他们当初听中国人说 这十二属性的时候 没听清楚 把猫 听成猫了 说到这天干地支啊 我又想起一个挺有意思的事了 民间有这么个说法 就说谁要是说话呀 要是没有逻辑性 糊涂糊涂 啊 你说前门娄子 他说跨骨轴子 哪句都跟哪句不挨着 别人就可以跟他说 得了 歇菜吧 你也说不出个子五毛友来 您听听 说不出个子五毛友 他为什么就非得说子五毛友呢 十二个地支呢 是吧 说臣似五位成不成啊 说身有虚害成不成啊 还真不成 啊 不成 为什么不成呢 因为这个就是过去的这么个说法 这说法是最早读书人发明的 过去的读书人 您都知道啊 人生的最高理想 就是考状态 古代科学考试 考状态 当时呢 跟现在高考不一样 人家是三年一考 地支有十二个 就是十二个 十二年一个周期 也叫一轮 啊 那这十二年里头 三年一考的状态 总共可以考四回 具体挑的是哪四年呢 就是子 五 毛 友 那就是说鼠年 马年 兔年 鸡年 这四年 举行科举考试 那时候读书人说别人 你说不出个子五毛友来 意思就是说你这人不灵 进考场的也考不出什么东西来 瞎耽误功夫 老百姓还有这么句话 叫做不见兔子不撒鹰 一百多年前 啊 秋冬两季架着鹰 出城去逮兔子去 也算是北京人一项挺重要的户外运动项目 鹰抓兔子呢 行人一眼就能看出来 啊 看出什么 看出这兔子是鹰抓回来的 为什么呢 因为鹰抓兔子的时候 后胯都是烂的 连骨头都能给抓碎了 现在您看这个电视上演那个什么动物世界呀 啊 还能看见鹰抓兔子 那从天上扑下来 第一只爪子多数都是鹰这先抓的兔子屁股上 第二只爪子再抓脑袋 就这么着 就能把这个兔子给摁地上摁的动不了 啊 有的力气大的鹰 一爪子下去就能把脊椎骨给掐断了 兔子当场就就死了 或者就贪了当然了也有的有智商智商高的多数都是那身经百战的老兔子啊 身大力不亏智商也高 不是有那么句话吗 叫人老奸马老滑吗 这兔子老了一样 有经验的那个兔子看见鹰扑下来当时就不跑了 趴那不动了啊 心里算准了鹰离他还有多远 等距离够了的时候 就跟这个这个这个马撂卷子似的啊 一蹬后腿腾空翻过身来 这个两条腿一蹬一下就把那鹰踹死 开膛破肚这这招后来让这个练武术的学习了吗 叫兔子登鹰这是真事 驾鹰在城外这些兔子拿到城里卖 没有专门的市场 一般都是在 找个小茶馆啊 小酒馆啊 卖件坐在那喝茶啊 或者弄俩菜喝点酒 东西摆在桌子上 等买主过来问件 明清两朝最有名的野味市场 一个是在今天的帝安门古楼底下 还有一个是在复城门 为什么单挑这俩地方呢 因为守着城门近呢 城外就是大野地 打练方便 进来就卖 复城门那家叫虾米居 明朝那会儿开的夜 就守着复城门 这家小酒馆啊 实际上门俩不大 可是有两道拿手菜 别的地方还真吃不着 一道就是复城门外边 护城河里现捞的河虾 拿回来包虾仁 啊 做青炒虾片 还有一道呢 就是收购出城打猎的人 打回来的新鲜野兔 做这个兔府 山鸡兔府菜莽银鱼嘛 做的就是这个 做兔府 一百年以前 去虾米居吃虾片 吃兔府 喝两口 从柳泉居 顿来的那个地道的黄酒 这一喝一吃 看看远处的西山 近处的护城河 这也算是北京人当时的一个乐 只可惜啊 大概是在 1930年以后 虾米居因为精英不善 倒闭了 直到现在 您去我小时候住过的 虎城门白塔寺那边溜达 好多老人 还能给您讲讲当年 虾米居的往事 当然今天咱聊的 也都是往事 咱们一聊 大伙一乐 咱们下回您又愿意听 咱们就接着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